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下一个环节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饰成分 叫状语 我们讲一下状语的这个情况 首先呢就是这个部分还是 先讲状语再讲状语从具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状语的部分 状语作为修饰成分 它也是修饰一定的东西 但它修饰的东西就比较的多 它能修饰动词 能修饰形容词 能修饰复词 甚至能修饰整个句子 就是这个状语放在这儿 总是有一定目的性的 它表不同成分的时候 你都可以理解成它在修饰整个句子 这句话发生的时间 这句话发生的条件 这句话发生的原因 对应的就是时间状语 天天状语 原因状语等等 那状语呢 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状态 它不保定名词存在 所以它跟定语的区别 就是定语特别单纯 或者说定语它是特别 就是固定的 它就去修饰名词 就这么一个功能 那状语的话就很散 就分成好多种 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个 就是从意思上 和它在剧中做的这个功能上 去做一个划分 然后我们还是根据 还是去看具体哪些成分做状语 因为它没有说具体状语 一定要放在什么位置 它整体来讲在剧中 就它不分什么前置后置 它整体来讲在剧中的这个位置 是超级灵活的 我们可以分别来看一下 一共就这么六种 副词 形容词超级少见 形容词特别特别少见 就跟名词做定语是一个逻辑 但是因为有 对吧 所以我还是写上 然后介词短语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 就是最常用的状语 除了飞跃语动词以外 就是副词和介词短语 那副词是超级少见的那个状语 介词短语也是 然后再就是 这三个超常见的飞跃动词 因为你会发现 刚刚讲定语的时候 也有谈词 讲表语的时候 也有谈词 讲宾谱的时候 也有谈词 那分词 现在分词 过去分词 动词 这样子 所以就是你看 这个东西 这个都应这个东西 或者蛋这个东西 在剧中能做这么多成分 那我们就是 其实一个是你自己心里 要分得清 再有一个就是 你要会用 那我是觉得 主要还是会用 然后或者看到它 你能理解 我们先看一下副词 He runs very fast 这里面有两个状语 第一个very修饰 副词 fast 第二个fast 修饰动词 run 状语可以修饰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整个句子 然后形容词 这个就不多说了 你们就大概理解一下就好了 就是这种特别少见 特别少 它表示一种 就是我到家的时候 同时的一种状态 它属于像类似的一种伴随装语吃 然后 借词短语做装语表地点 这种也很常见 I'm studying art at school 对吧 我在学校 在学校 学艺术 然后呢 我下面帮你们放了三个例句 这三个例句就是 是我们之前讲 别的成分的时候的例句 我们可以复习一下 根据功能 因为 借词短语也是一个 就是你像表语 宾博 定语 都能用就这个借词短语来做 也是一个特别常见的成分 我觉得最没有争议的是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I to call呢 是 借词短语在这句话中 做什么成分 这个东西做的是表语嘛 因为它是对主语的 不同说明嘛 the school is at the corner 对吧 表语嘛 主系表嘛 OK 然后呢 这个呢 我想要桌子上三文说 所以它功能是修饰名词的 所以它是定语嘛 好吧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 刚刚也说 我发现我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所以它是对逼于我自己的一个补充说明 所以这个叫逼于补 所以以上就是副词和基斯短语做 做状语我就说完了 然后还是说这个 动词不定式和分词 还是主要是分词 因为动词不定式也是一个我们特别常用的状语 像government should take some action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政府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来保护环境 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 而且特别好用 特别常用的目的状语嘛 因为它表目的 对吧 政府采取行动干嘛 去保护环境 因为它就是表目的的 所以说它就得用动词不定式 会更合适一些 分词 分词这块我们还是打开 非为动词那张表 因为讲到最后了 我就不想说的太多了 当分词做状语的时候 它在剧中对应的逻辑主语需要是句子的主语 好吧 需要是句子的主语 然后也是根据现在分词 根据如果是主动关系 选择现在分词 然后如果是被动关系 就他们两个之间 状语和主语之间 然后这个选择的是过去分词 好吧 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下刚刚那两个例句 来就是验证一下这个事情 那这句话叫听到了这个新闻 他们都高兴的跳了起来 所以句子主语是day 对吧 然后呢分词就是这个 我标出颜色的听到了这个新闻 你像hear听和句子主语day 有逻辑关系吗 首先是有的 第二什么关系 主动关系 所以用hearing 好吧 所以就是注意分词做状语的这种结构 你们很多同学容易出问的 出问题的地方是属于 就是他就加一个对应上不信 然后什么什么怎么样 但是他忘了考虑 他加的那个东西和主语有没有关系 很多时候没有关系 就不对了 然后第二句话 句子主语是the stress 如果压力不被及时释放 因为stress和释放 压力和释放是被动关系吗 分词是释放吗 然后他因为有个否定 对吧 所以加个not 然后呢 因为就是 这里面这个状语 他其实是有一个含义的 他表示一种条件 所以他又加了一个这个if 你像这个地方 他也有条件 然后其实这个地方可以加个win 但是这个就省略掉了 所以你像这个叫 如果压力不被及时释放 就可能会引发抑郁 所以就是 他们两个因为是被动关系 所以用released 对吧 就是过去分词 但的形式 被动用过去分词 主动的相反分词 但是一定要判断 就是你分词的状语可以用 但是需要和逐语保持关系 那这个东西就其实我们马上就能引出 状语从句 对吧 其实分词和状语我们这么写完全OK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 写不好 千万不要为难自己 因为if not release timely 这种分词 是完全可以和这种状语从句替换的 状语从句就是 它的用法和定语从句 相比起来简单 并且清晰的多 因为状语从句的引导词 在从句中是不需要做成分的 这意味着它这个状语从句 放在这儿只起到了一个含义的作用 比如说if翻译成如果 问翻译成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那它后面加的句子 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因为它从引导词不做成分 就意味着它不会对后面的句子结构 产生任何影响 那就是你后面加一个句子就行 你只需要知道 不同含义的状语从句的引导词都有啥 因为它就是根据 就是这种从句的类型 然后有了这些引导词 它们在从句中 一不做成分 二不能省略 对吧 再就是因为它不做成分 它后面加个句子就行 所以你简单句原来咋写 你把那句话的意思写清楚了 放到引导词的后面 这就是个状语从句 然后呢 这个从句呢 整体你可以放在主句前 或者是主句后 都可以 比如说你看 这不是两个状语从句的例子吗 你像这句话 第一句话 the stress might cause depression 就是主句 然后if stress is not released a timely 这是从句 对吧 那就放后面了 然后你也可以放前面 比如说 when they heard the news they all jumped with joy 所以这个when they heard the news 就同意替换了 这个hearing the news 对吧 这个就同意替换了这个 但是你其实注意一下 就是你会发现 分词做状语的时候 逻辑主语的问题 因为我们说了嘛 分词的逻辑主语 对吧 需要是句子的主语才行 句子主语发出这个动作 句子主语发出这个动作 因为有这个事情 所以说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分词换成状语从句 这个主语要在主句中出现一次 从句中也出现一次 然后从句子做一个句子 然后这也是they heard the news 那做一句话 这个是 the stress is not released is not released emly 做一句话 所以你就会发现 就是这个主句和从句 主语一致出现两次 略显重复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 把这个状语从句 换成这种分词作状语的 就是形式 就是这个原因 就这样子很清晰 很简洁 你像雅思 你要考雅思的话 其实这种明显是比这种加分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有一个条件 你分词想做状语有一个条件 就是主从句的主语必须一致 你看我们颜色标志上 这主从句主语都是they 这句话主从句主语都是the stress 主从句主语必须一致 才能够就是你把这种从句换成分词 我可以给你们看两句话 比如说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入乡随俗怎么说 入乡随俗 当你去其他国家旅行的时候 你应该遵守他们的习习俗 所以变成英语 traveling in other countries you should follow their customers 为什么是traveling 因为travel的逻辑主语 对吧 仍然可以是句子的主语 OK吧 本义需要再注意的一点 就是状语从句 放主句后面 直接放 状语从句放主句前面 逗号隔开 记住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也挺好记得 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放主句后面 一幅就起到隔开的作用了 所以就不需要逗号了 好啊 然后放主句前面呢 你就是一句话结束 再加一个主语 中间其实是没有间隔的 那你要用逗号给它隔一下 所以你们在分析状语从句的时候 其实超简单 因为你们会发现 就是从句子的结构发现 对吧 主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这是主句 然后这也是主句 然后从句呢 仍然也是个完整的句子 所以就还是 你把句子的基本句型学会了 状语从句也搞定了 好吧 所以以上就是状语的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